庄聂红周二表示 我们会让这个乌坎关注主就像一个雪球难子不断地滚起来 我们绝对不会让政府的这个手段得逞 我们会让世界都知道政府对我们乌坎做了什么事耍了什么手段 庄聂红对记者说 成立乌坎关注主的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连同被判刑村民的家属一起来进行维权 在接下来的上述做好准备的工作 可是不晓得村民因为害怕 不愿意跟外界接触 关注乌坎春情况的湖北省前江市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对本台表示 我们看了就比如说他们上不上述的问题 或者是说他们的家属啊 他们请律师啊 政府对律师 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危囊 或者是施加压力啊 这些消息没有 不知道 新的消息没有 针对还有被扣押的13名村民情况 本台联合来多次自殿海峰县法院 可是电话一直没接听 记者拨打数名乌坎村民的联络电话 但是不是一直在满县 就是没人接听 参与游行而被捕的陆峰市乌坎村9名的村民 被控聚众咬乱事会次序 非法击溃 游行示威 咬乱交通次序 妨碍公务 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等罪 案件在去年12月26日 在海峰县法院宣判 所有的人罪成 判从2年到10年半不等 自由亚洲电台丁文奇的报道